南非週三新增13,000例 572例死亡 創單日新高 全國累計近40萬 超過非洲總數的一半 有5000名醫護人員感染 電力公司7月份開始計劃性停電 讓封鎖中的民眾更加難熬 巴西週三確診超過6萬7千人 創單日最高 累計確診223萬 約佔南美洲總數的一半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週三第三次檢測 結果仍呈陽性 墨西哥秘魯和治理都超過30萬人確診 墨西哥超過4萬1千人死亡 疫情嚴峻 美國加州週三單日確診創新高 累計超過41萬5千人感染 澳大利亞週四新增死亡5例 三個月新高 維省週四新增確診403例 民眾外出必須戴口罩 省長安德魯斯宣布 將發放300澳元 約合213美元 給病毒檢測後 自我隔離等待結果的人 香港週四新增118例 一例死亡 其中111例屬本土個案 半數無法追蹤源頭 香港疫情主要在家庭 工作場所以及餐館爆發 新建南交通部一名36歲警察初步確診 當局表示 香港疫情依然嚴重 本週將是關鍵 不排除實行更嚴厲限制 新唐記者李梅 陳海月綜合報導